最近呢 罗中旭好像也不是那么开心 他的前女友罗子林恋上俄罗斯富翁的消息 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而他本人在录某节目唱一首歌的时候 也让我们感觉到 他似乎对旧情还有那么一些难以释怀 是我最新创作的 因为一首情歌 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也因为这首歌曲两个人而分开 所以 为纪念我们失去的爱情 送给你们这首歌曲 罗中旭的前女友 罗中旭的前女友罗子林 是2011年环球小姐中国区的总冠军 出生于1987年的他 比罗中旭小18岁 在6月爆出新恋情之前 他和罗中旭已经保持了5年的恋人关系 从现场演唱的视频来看 罗中旭显然还没有从情商中走出来 这也和前一阵子 他面对媒体时的强装镇定截然不同 阿里说 男女间的恋爱分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而罗子林新男友的身份 则为他们之间的故事增添了几分戏剧色彩 这位50岁的俄罗斯商人 不仅有着亿万身价 而且他还是罗子林的导师 世界名模 黑珍珠 纳奥米 坎贝尔的前男友 罗子林和这位富商突然爆出的恋情 让罗中旭措手不及 等于看了照片前一两件我们还在一块呢 然后他也没提什么分手的事 这些人挺突然的 那个出来之后我还问罗儿 我说我给他发家 我说什么情况 我说他要炒作吧 我还这么个感觉呢 然后罗儿说是真的 小孩子刚刚出来的比较难以去承受 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诱惑 名利追逐的这种诱惑也好 其他诱惑也好 可能是不能去抵御 好